这两天,因为印度政府打算调整一项,关乎中印贸易的政策,让该国网友吵翻了天。原来,因为中国商品价廉污美,品种繁多,印度人民这几年离上了从中国海淘,尽管需要等待一周的时间才能收获,许多人也表示不介意等待。 据参考视频了解,根据印度的一项免税政策,印度公民收到海外邮寄的商品,只要其价值低于5000卢比,约合480元人民币,便可以免缴关税。中国商品不光是优价廉,而且很多是印度本土根本买不到的。 鉴于以上原因,中国海淘成为印度人民的日常,也在情理之中。 据印度经济时报,报道,统计数据显示,2018财年,印度消费者仅在购买中国品牌手机上的花费,就超过了5000亿印度卢比,约合481人民币,几乎是上一财年花费的两倍。 然而,不同于老百姓对海淘中国货的痴心,印度政府却对此感到忧心忡忡,如果任由民众大量网购中国货,会不会损害印度本地的制造业? 毕竟,据统计,2017年到2018年间,印度对中国的出口额约为330亿美元,而同一时间印度从中国的进口额,却翻了不止一番,达到762亿美元,印度工业界也对此十分不爽。 多次向政府抱怨称中国的商家利用印度的海淘政策狂赚钱,吸引了一大批忠实的印度粉丝,而印度自己生产的商品却没了市场。 经济时报刊文称,印度工业政策促进部,DIPP已经提议,将从中国电商平台和应用程序上海淘商品的上限定为每人每年四件。 怎么,网购多数政府都要管,消息一出,印度网友炸了锅。 参考视频发现,在印度新闻网站的评论区,海量留言中不乏部分激进爱国人士欢呼叫好,称要保护印度制造,不能让本国人一个劲地从中国海逃。 但是,更多的则是骂声一片,讽刺印度政府小肚鸡肠,只知道阻止人民买中国货,却不反思印度自己为什么生产不出来这些商品,许多中国商品是在印度买不到的。 针对声称要抵制中国制造的激进言论,有印度网友直言,这帮人实在是头脑简单,我们要承认,中国货物美价廉,哪怕民众抵制,那些排灯节上的鞭炮,灯具,依然会经由印度商人的手,二次包装改成印度制造后进入印度市场,价格甚至还要翻一翻,嚷嚷着保护国货,的人可就蒙圈去吧。 还有人表示懒得啰嗦,你就告诉我印度到中国卢费多少吧,我自己去买可以代购。 事实上,类似的争议早就不是第一次了,2016年时,便有印度政客号召抵制中国产品,印度快报援引其中一人的讲话指出,人们不应买中国货,而是应当使用印度产品,与中国的贸易,正影响着我们国家。 我们应关注印度制造。然而,当时有远见的学者,就看得很明白了,并称其避讳失败,因为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。 印度离不开中国制造,新印度快报刊文称,根据分析,手机、手提电脑、太阳能电池、化肥、键盘、显示器和通信设备,这是印度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。 此外,药品、儿童玩具、日常生活用品等,也都大量来自中国。 美国问答网站Core上,便有印度网友提问称,如果印度停止进口所有中国产品,会发生什么? 获得高赞的回答警示称,对中国可能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,但我们印度人可就要受苦了。 从此往后,大部分药品没有了,生活上穿的,用的也可能没有了,你现在拿着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,哪怕你说你买的是iPhone不好意思,iPhone也是中国制造,更不要说印度人热衷的那些中国品牌手机了。 电子产品方面,印度严重依赖中国,除非你想回归原始生活,不然抵制中国或就是天方夜谭,这种想法天真倒让人发笑。 还有网友指出,如果停止进口中国商品,印度将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从别国进口,或者费时费力的自己研制,怎么算都划不来。 理智的声音中更有十分重肯的言论,印度纵埃和中国比较,以不高兴就说抵制中国商品,朋友们,我们应该更自信,更开放,印度为什么不能和中国做朋友呢? 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是提高自己的竞争力,而不是禁止他人的产品。 印度有着致命的魅力,不管是旁观者还是想淘金的人,已经是企业绕不过去的出海最佳的。 中国西南方,被喜马拉雅山隔开,与我们相邻的印度,是这几年的新闻话题之王。 抛开强奸率最高国家的黑色外衣,这种频繁被试瓜群众津津乐道的现象,主要来源于各国企业对他的青睐。 比如三星逃离中国市场后把目光锁在了他身上,日本落败东南亚与中国后也将战斗力集中在印度,包括亚马逊、沃尔玛、Facebook等耳熟能详的企业的印度也是爱不释手。 被标榜成没有梦想的腾讯同样出海印度复刻国内的投资版图,而马云已经在印度投资了40个亿,曾被评选为2016年印度创投权年度40大影响力人物。 整个印度在疯狂和沸腾,如同其在官方旅游宣传片中所描述的那样,不可思议。 1.雷军因当时最能感受到这股属于印度的疯狂的,2015年印度决心潮扑面而来时,他就带着小米去了印度,开了一场针对印度市场,而推出的小米4I发布会,让RUOK变成自己的私人专属。 以此为代表的小学士英语金剧被DLABLA的网友,剪辑编制成了神曲,如今在B站上的播放量高达1300多万,弹幕超过13万条。 去年到西趴说,奉上自己的综艺首秀时,他还用RUOK,没在B站听过我的歌吗?给观众打招呼。 那场诙谐的印度发布会,把它营销成了中国网红,也点燃了,印度消费者对手机的激情。 从2015年起,印度本土手机品牌份额开始有所下降,对应的是中国手机品牌市场占有率的进阶,三年的时间从18%占有率飙升至51%,占据印度市场的半壁江山。 以小米为代表的包括VIO、OPPO、金利、联想、一家等中国手机品牌,排名也从前15拉至前10甚至前5。 而印度本土品牌快要没有立足之地,这些厂商近几年陆陆续续在印度跑马圈地建造大型工厂。 上个月OPPO宣布要在海德拉巴设立全球第七个研发中心,高通也计划投资4亿美金江新总部安居印度。 不久前三星在诺伊达建成了官方描述的全球最大的手机工厂,立下每年最高1.2亿台手机产量的Flag。 雷军前几天也立了个2019年,开设5000多家门店的Flag。 他们对印度,似乎最不缺的就是信心,每个人也都很疯狂。 去年印度初创科技公司们共获得了135亿美金融资,当众人都认为这笔数额是一个新高度时, 几个月前沃尔玛挥手投了160亿美金,给有印度版亚马逊支撑的FlagCut拿了77%的股份。 历史记录被打破。 作为沃尔玛的对手,亚马逊没能沉得住气,不久后便对外宣称要将投资印度市场的金额从50亿美金提至70亿美。 掌舵者贝索斯还将心腹派驻业度。有十多年创业经验的查燕丘,也随大留取印度绝金,去年跟印度人Vivik成立了对标在线旅游市场的Happy Circle。 在他眼里,即便印度OTA市场历史悠久格局明显,他也能用钱曝出一条路来,我们是要烧钱的,烧大钱,只有烧大钱的公司才有机会获得大估值, 就像OFO Mobile,美团一样,查燕丘想做一款印度版的去哪儿啊?文娱产业也不缺闯观者,纵然YouTube是印度视频界的王者,视频网站Netflix两年前依然选择对印度发起攻击,紧跟其后的是亚马逊Prime Video视频服务,而快手于去年下半年出海印度,今年2月份发布了国际版AppCoin。 短视频与直播有中国式称王之士,国内短视频可以说是火于2017,印度亦然,根据列宝大数据,2017年8月发布的一份榜单,印度短视频App排行前无比,中国占据三个席位,其中榜首是来自杭州区为科技有限公司的Viva Video,第三是今日头条推出的Massalign。 而印度直播市场更加中国化,巨头自然不会放过印度,印度版亚马逊,印度医疗创业公司,在线旅游领域的,打车界的DOLO,即时通讯类社交软件Hike等这些公司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腾讯的影子,5月份进行C轮融资,腾讯也插了一手。 阿里则简单又粗暴,从印度版支付宝,印度版天猫,印度版大众点评,到印度版菜鸟物流,印度版生鲜电商,印度版淘宝,就是偏爱电商。 印度,已经是企业绕不过去的出海最佳的。 Matthew 23,010